这部电梯会杀人 十几个人进入电梯 但它并没有在对应的楼层停下 而是不断加速上升 大家瞬间慌了 有人赶紧按下紧急停止键 有人试图打求助电话 然而都没有用 正当大家疑惑时 电梯底部突然大开 中间的人瞬间全部掉下去 只有周围几个人抓住了扶手暂时安全 然而电梯还在继续 一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上升 有人的孩子已经悬在半空 有人死命抓住别人防止掉落 但随着电梯的加速 剩下的几个人也渐渐撑不住了 一个个都纷纷掉下去 电梯还在加速上升 直到冲破大厦的楼顶才停止下来 这已经不是这部电梯第一次杀人了 不久前一群孕妇走进电梯 几秒后电梯开始自由下落 然后突然停止 孕妇们因为惯性都摔到了地上 控制室里的人发现异常 赶紧叫维修工去现场处理 但他用钥匙打不开电梯门 此时电梯里又闷又热 被困的孕妇们情况非常不好 有的已经瘫倒在地 有的肚子开始疼痛难忍 甚至还有一个羊水破了的 形势十分危急 保安拿来一把大斧子准备暴力开门 因为他等不及了 里面一个孕妇正是他老婆 但他被维修工阻拦 两人开始扭打起来 控制室里的人连忙叫一楼的人去看看 此时电梯门自动打开 大家都被里面的可怕画面给吓到了 同时还有婴儿的啼哭声 负责人叫来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查电梯 他们来到楼顶的马达市 检查了所有运作系统 但都没有发现电梯的问题 所以电梯照常运行 一位盲人来坐电梯 门打开里面根本没有叫响 导盲犬试图阻止主人前进 但他没听 一脚踏下去直接掉落 好在他反应迅速用手挂住了地面 另一只手还拉着狗狗 就像拉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狗狗终究承受不住人的体重 最后随着主人一起掉下电梯井 等工作人员来查看时 狗狗已经被掉在井里没有呼吸了 突然电梯门关闭 夹住了保安的头 他试图扒开门当无果 另一个人帮忙也无济于事 此时上面的轿箱开始下降 就这样电梯变成了斩首台 保安直接趴着领了盒饭 这个电梯成精了 只见他打开门一道强光射出 男生立马被吸进电梯 旁边汽车的雨刷器纷纷起舞 似乎在为电梯欢呼鼓掌 几分钟前两位男青年在街上飙轮滑 为了追求刺激 他们不顾门尾的阻拦冲进地下停车场 其中一个被开过来的汽车撞倒 摔在了电梯门口 下一秒他就被电梯吸进去 电梯快速上升 在86楼急刹车 把男生直接甩了出去 可怜的男孩穿过12毫米的钢化玻璃 撞开铁网窗从300米的高楼坠落 最后硬生生地摔在朋友面前彻底凉凉 此次事故引起广泛关注 各大媒体来到大楼前争相报道 记者小美也注意到了这起事件 她找到维修工小帅把监控录像带给她看 上面的时间显示 从电梯把人吸进去到吐出来 相隔不过两秒 但正常情况应该至少有40秒才对 这也太奇怪了 小帅建议大楼经理关掉电梯一周 但经理没有同意 因为这栋楼里有上万人 电梯一旦关闭 每天都会损失一大笔钱 于是电梯照常运行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小女孩来到电梯前玩耍 突然左侧的电梯门自动打开 好奇的女孩走到门口 电梯门又关上 下一秒右边的门打开 等女孩走过去门又自动关上 如此来来回回很多次 像是在和她玩捉迷藏的游戏 最后中间的电梯上升一小段 露出一节缝隙 女孩上前趴下探头 想看看电梯里有什么 与此同时幼儿园老师发现小女孩不见了 赶紧出来寻找 碰到大楼经理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一声女孩的尖叫 大家赶紧寻声跑去 幸好女孩安然无恙 只是她的洋娃娃已经被家的面目全非 经理发现电梯门缝处还留有一只娃娃断壁 但这依然没能引起她的重视 很快她的报应也要来了 如果一部电梯有了自主意识 那会有多可怕 大楼经理走进电梯 上面突然有滴线雪落下来 接着又是一滴 经理抬头望去 一具尸体从天花板口掉进电梯 把经理吓得屁滚尿流 只能狼狈地爬出电梯 经理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让波佛月封锁了电梯 小帅和小美经过调查发现 电梯的设计者老图很有问题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 主修生物和电脑专业 老图曾为军方设计过生物芯片 他们把芯片植入海豚大脑做实验 结果芯片不仅有了自主意识 还能生长繁殖 最后实验失败 但老图不甘心 于是跳槽到电梯公司继续他的实验 小帅偷偷前进电梯 轿箱开始快速下降 小帅立即切断了电源 然后通过天花板爬出去 他站在电梯上手动操控着在井里上升 最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电梯竟然长了一个巨大的心脏 从而有了意识开始杀人 小帅二话不说拿螺丝刀刺进心脏 电梯瞬间着火 接着开始下落 索性小帅及时拉住缆绳躲了过去 但电梯伤到了外面一个武装人员 小帅从电梯井里出来 拿了泼佛月的冲击炮准备毁掉心脏 然而下一秒就被老图用枪指着 两人一言不合开始扭打起来 眼看老图即将把他提到井里 这时小美拿枪出现救了小帅 老图还是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的作品 只身拦在电梯口 里面突然伸出揽绳缠住老图 将他拉了进去 同时小帅的脚也被缠住 千钧一发之际 小美将冲击炮踢给他 他一个倒挂金钩用炮瞄准心脏 毕生爆炸的巨响后 小帅被轰出井外成功得救 心脏被毁 老图也死了 危机终于解除 小帅小美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片子叫《杀人电梯》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惊悚恐怖片 影片上映于2001年 其实早在1983年就有一部同龄电影 而且导演是一个人 所以这部相当于他翻拍自己18年前的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有趣了 看完这部电影我只想说 我再也不敢坐电梯了